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体式的灯组的上半部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日前行车灯 现在变成了牙肠型的一个条状 显得是非常有阴气 那么整个进气格扎的前脸呢 也是做了熏黑的处理 那么这个盾牌在这个的映衬下呢 显得是意义生辉了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整个车头的一个向前俯冲的低爬角度 我觉得做的是视觉上是更加的往前俯了一点 也就是说它的运动感的营造上也会做的更足一些 来到车身侧面啊 这台车的车长是超过了5米2 轴距呢 是超过了3米1 所以说这台车呢 它依旧延续了老款车型 要做一个降维打击 错位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之前的老款车型上 它要做的呢 其实就是要跟BBA当中的5系A6也好 要做的比它更长一些 带来更好的空间 那么在新款车型上 在这个基础部分 也就是它的尺寸方面 定位方面 依旧没有改变 那么车尾部分 左右两侧的树状的尾灯 依旧是凯迪拉克的标志性元素 但是呢 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它用上了是透明的灯罩这个版本 那么整个尾部呢 依旧是钻石切割的感觉啊 下方保留了左右两侧的排却口 打开后备箱给大家看一下 这台车的后备箱呢 其实是近身比较出色的啊 一直到里边 我是摸不到它的后排的椅背的 而且整个后备箱是非常平整 打开盖板呢 你也可以看到下方有非常多的储物空间 可以放一些随车的行车的工具 那么这个级别的车型 我觉得你必须要有一定的后备箱空间 才能承托起你轿车这样的身份 那么接下来跟我一起到车上看一下 坐进全新City Road的车内呢 这一块大屏幕是非常的显眼啊 它的尺寸达到了33英寸 而且呢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曲面屏 其实这一次凯迪拉克上新的几款车型当中呢 都是用上了这一套内饰 那么整个画面的显示效果 包括它的清晰度呢 据说是达到了9K 这个我肉眼是分辨不出来的 但是实际感受的还是非常不错 而且这一次呢 它的整个操纵的逻辑 还有菜单的布局 我觉得是更加的简单了 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呢 它的整个互联的互通这一块 我并没有体验到 因为这台车处于一个展车的状态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是这一台车 它在整个凯迪拉克车系里面 目前来说是一个旗舰级的一个车型 所以说呢 在用料和做工的一个表现上 它也有自己想要突出的部分 那就是豪华 怎么体现豪华呢 那就是在用料部分 用上了大量的皮质 金属的镀刻饰条 还有门板处的软包 菱形格纹的缝线 以及中控这个旋钮 是一个水晶旋钮啊 看上去非常漂亮 这个配色呢 我觉得稍微显得有一些成熟稳重了 有点像猪肝色的一个颜色 另外呢 就是这台车坐进来之后 给人的感觉科技感还是蛮足的 除了前方这个大的曲面屏之外 我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个 AR HUD的硬件设施 并且呢 方向盘也做了更新 全新的样式呢 采用了更多触控式的按键 而且三分之的方向盘握感 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坐进CT6的后排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空间的表现 还是比较充足的 但是呢 我感觉它3109的轴距呢 并没有完全的凸显出来 可能是它用料比较足 比如说坐垫啊 座椅啊 还有门板做的比较厚 相较于BBA同级的车型来说呢 我觉得它没有体现出 更大的一个优势所在 不过在舒适性的配置方面 可以看到后排有单独的空间出风口 而且带一个液晶的小屏幕 可以调节空调 下方呢 有手机的两种接口的充电口 并且呢 这个副驾呀 也是带有老板按键的 可以调节 同时呢 抬起头 你可以发现这个天窗 采用了分段式的开启方式 我觉得分段式的天窗 在C级 甚至是C加级 D级这个级别当中呢 是一个轿车 行政轿车的标配了 那么另外在一些细节部分 它的开门方式 依旧变成了这种 扳手型的 往上一台 它就打开了 跟我们刚刚聊过的GT4 也是同款的一个造型 那么整体来说 坐在后排 它想突出的这种豪华氛围 我觉得是 有一定凸显的 我打开后排的中央扶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扶手非常宽大 而且这个位置是用上了 真皮的一个缝线的处理 是显得比较有质感的 弹开之后 两个配架 所以说坐在这样的后排 你会感觉到凯迪拉克 想要传递给你的那种豪华感 那么在动力部分呢 新款的CT6 搭载2.0T涡轮增压 四缸发动机 加48V轻混系统 最大的马力达到了237匹 峰值扭矩呢 做到了350牛米 传动系统 依旧匹配的是 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并且拥有四驱系统 可供选择 新款的CT6价格呢 是35万9千7到46万9千7 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呢 其实是能够 对错位竞争 形成一定的压力的 不过你要永远相信凯迪拉克 他的惊喜 或者说他的折扣 一定是在他上升后不久 会带给大家的 如果你对这款车型感兴趣到 我建议大家 在持币观望一段时间